雖然松山縣正式開通 位在松山附近的饒河夜市 更是商機大爆發 通常兩天 人潮是平常週休假日的兩倍 刺激生意上門 而捷運沿線 我們看到從飯店啦餐廳 到這個小吃店 全部都有折扣 讓民眾是樂得減便宜 公保雞丁 蒜泥白肉 還有炒蝦仁集到盒菜 搭配大大的車頭甜點蛋糕 用捷運造型相當吸睛 小巨蛋捷運站附近飯店 細因松山縣通車帶來人潮 設計出這個專門給捷運族的套餐 還要打八者優惠 開通以來的話 那我相信就是南京東路沿線的金融 還有一些像是商業大樓的上班族 都會有一些用餐的需求 這是我們的法式海鮮湯場披薩 另一家披薩店很特別 用沾醬吃的披薩 你有沒有吃過呢 有地瓜 培根 還有海鮮料理 一次可以吃得到食材豐富 位於捷運松山站附近寄出好康 要跟附近饒河夜市來搶科 那松山縣的話 我們的人潮會比以往還多 那多差不多兩三成 我們的業績的話 提升也有兩三倍 饒河夜市人氣爆漿胡椒餅 還有其他小食攤位大排長龍 因為松山縣帶來的人潮 是平常週休假日的兩倍 如果人潮有的話就做比較晚 對 預計延到幾點 差不多將近一點吧 生意不斷上門 攤商忙得不可開銷 不只提前到下午兩點 開始做生意也延長營業時間 人潮帶來前潮 大概有平常的1.5倍多 不用促銷生意就很好了 畢竟過去要來饒河夜市 國外觀光客搭小黃計程車來 現在省下百元車費 坐捷運啊 是因為松山縣開 對啊 坐坐看 因為這邊直接交通就不好停車 然後我覺得公車也沒那麼方便 對 那有捷運的話 因為它直接就到前面而已 然後走過來兩三分鐘就到了 松山縣沿線帶動八大商圈 人潮明顯提升 松山車站的百貨商場業績提升兩成 部分伴手禮蛋糕打出就著優惠 賺到觀光財 消費者也樂得省下荷包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